喔對就是 好啊其實是我啦 什麼巧克力餅乾啦 我就 我也不知道妳懷疑為什麼我要跟著借 欸對啊 奇怪等一下突破盲點欸 啊對啊那 那我幹嘛 醫生說 孕婦開心最重要 孕婦想做什麼 最重要 哈囉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狼 咱們離去美國的時間越來越近了 對 我今天自己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去美國前 不管是心靈上的調適啊 還是身體上的調適 為了迎接這個抱抱所做的調整跟準備 想要問一下眼中的我最近如何 瘋狂 我覺得好可怕 妳做了一些 妳從來沒有想要做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在 決定要懷孕 以及感受到要去懷孕的 這個時間的壓迫性之後 妳開始做了一些非常非常瘋狂的事情 我做哪些事情讓妳覺得是瘋狂的 妳是錄影欸 我每次都抨擊的時候 錄影這麼累 我為什麼要去 因為露其實約了我們很多次 然後還有另一個高中同學 她也就是在約我一次 我就決定好去 突然就去了 然後其實她說什麼 我一定要在懷孕前 我要先錄影 因為這是我的 最後單身的時光 對她來說 她單身就是她身體 只有一個人 即便妳有另一半 但其實妳還是一個單身狀態 也就是說 其實妳還是很自由 所謂自由就是說 不管是我自己想去幹嘛 我可以去幹嘛 我的另一半有辦法 就是陪我去幹嘛 我去幹嘛 對我原則都稱之為自由 但我總覺得 當妳有寶寶的時候 也許妳身體就 沒那麼靈活 或者是妳不舒服 真的已經不可控的狀況 讓妳 夠那麼自由 所以我想說 OK 未來十個月 可能不能做的事情 我現在通通要把它做一做 很密集 然後我覺得很可怕 我沒有要當一個瘋狂的孕婦 我只是要當一個 舒服的孕婦 可是在別人眼中 這可能偏了有一點瘋狂去 瘋狂是我感受 但我非常尊重 媽媽的心情要好 這一切大家才會好 只要妳覺得 做了妳會開心的事情 絕對的 那我還刺青了這樣 對 還有刺青 對 她很瘋狂的刺青 懷孕前的準備 第一步就是先詢問 剛生完小孩身邊的人 胖了多少啊 飲食什麼啊 飲食沒有特別被限制啊 習慣改變啊 到底有哪些 就是特殊狀況 讓人覺得 簡直跟原本的自己不一樣了 有一個我覺得很好笑 我特別想 好 那個媽媽說她在懷孕期間 很喜歡吸她子女的臭痰痰 她就真的很臭 然後等她生完之後 她就會開始想說 我這麼愛那個臭痰痰 我現在再問問問看 她才很吐出來 她說她不誇張 直接原地嘔吐 她沒有辦法想像 為什麼那時候她懷孕的時候 她說她整個感官 畢竟不太一樣這樣子 然後我還問她一件事情 懷孕請問真的 不能再喝咖啡了嗎 因為我覺得喝咖啡是我 每一天都很 鬆 對 就很喜歡喝咖啡 突然不能喝咖啡 我覺得我一定會很痛苦 所以我就問她這個問題 注意囉 她說 醫生說 孕婦開心最重要 孕婦想做什麼 最重要 只要什麼就好 不要過量 那你要怎麼判定過不過量 我覺得其實每個人的伎量不同 寶寶跟你的反應 如果寶寶太亢奮 弄得你很不舒服 我覺得自然就會 控制你的用量 我其實有問她說 為什麼孕婦不能喝咖啡 因為你自己本人會振奮之外 其實你的寶寶也會振奮 你覺得你攝取沒有很多咖啡 可是對她的眼睛 逗了 攝取了很多 然後她就整個就 在裡面就是 嗨得不得了這樣 所以就是你攝入了咖啡 半夜會睡不著 是因為你的寶寶 在裡面也很嗨這樣 在裡面跳 然後病房的問題 你甚至除了 剛有小孩的媽媽之外 你又問了你自己的媽媽 美華姐天啊 媽啊 你懷我的時候 然後有沒有變胖喔 沒有我總共胖了8公斤 她生我的8公斤 我出來的時候3點 3公斤好了 我也不知道3.2還是2.8 然後還有羊睡的重量 對 頭頭就是8公斤 代表 幾乎沒胖 對她就是那顆肚子在那裡 餓你耶 她說你吃什麼很重要 我們現在其實也開始 跳真飲食啊 我們這邊去做了這個 電波 我們去做了鳳凰電波 哇好美 好anyway 然後那個 醫生他在幫我們施助的時候 他就是跟我們聊了很多天 我也剛生完寶寶 蛤醫生你剛生完寶寶 你生完肚子 他說我才剛生完6個月 喔體態超好 我們就說你到底做了什麼 他說 喔我都有運動 他本身就是營養師 有相關的經歷啦 他就是說除了飲食之外 他的運動也很重要 然後他做的就是去找 專門有在帶孕婦做重訓的教練 去增強他的肌肉量 他從懷孕前開始做 懷孕過程中他也做 我就問他說 生產完後什麼時候開始做 一個禮拜三天 醫院叫他不要 不要那麼快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不可以 他要去運動耶 這個是一個有點調皮的醫生 對有點調皮 偏調皮這樣子 對 總之就是其實我們最近 開始蠻勤快的運動了 而且我們精神會很好 做任何事情都會更有效率 比較不會昏昏沉沉 反而就是運動 就會讓我們不需要 睡午覺睡傍晚覺 就是我嘛 對就是你 相反之 如果我最近沒有運動 你就會發現 我開始很常去睡午覺 睡傍晚覺睡什麼覺這樣子 那其實運動跟懷孕前 其實有很大的相關 因為很多醫生都會說 比如說你懷孕前運動 或者是你在懷孕中做一些 適度的運動 適度 適度的運動就是可以降低 懷孕還有生產的風險 比較容易有懷孕的不舒服啊 如果你有運動的話 其實身體的狀態會比較好 就比較不會有這種不舒服的狀況發生 但每個人還是不一樣 但總之就是 運動對孕婦是有很大幫助 嗯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習慣 我們繼續延續下去吧 希望我當個孕婦之後 還是會積極的運動 下一點 第二點就是 其實我老婆她真的是一個小肩 我們每天晚上睡前 她都會督促著我 要吃健康食品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就是 乖乖吃原型的食物 其實我發現我本身是個 很愛吃原型食物的人 喔對就是 好啦其實是我啦 什麼巧克力餅乾啦 我就 我也不知道妳懷孕 為什麼我要跟著姐 欸對啊 奇怪等一下突破盲點欸 我本來就是一個 喜歡吃原型食物的人類 超愛吃芹材 我每次去火鍋店 我可以自己吃完一整份青菜 而且還不准她動我的青菜 喔對對對 我會分她吃青菜 然後我現在開始 也會減少吃火鍋料 啊對啊 那我幹嘛 但是我很喜歡吃火鍋料 但我也就是跟著改變 這個意思 反正我現在也跟著她 雖然是突突植物 但我也是跟著她一起吃原型食物 除了原型食物之外 我們其實還會額外的補充維他命 尤其葉酸 葉酸很重要 因為葉酸其實和 寶寶生臟 把魚是有很相關的營養素 那我們還會吃魚油還有益生菌 我們其實吃的蠻多的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 就是這樣也好 寧願有足夠營養 也不要營養不夠啊 所以我人生開始好好吃維他命 是因為 就有一次去見解的時候 看到我的維他命E B D到就是 沒曬太陽 如果你們都坐辦公室 然後中間的通勤過程中 都沒有吃到太陽的話 就要小心 維他命D可能缺乏 之後就會影響到 改啊 連環效應 骨牌效應啊 好可怕啊 然後可能就骨子俗鬆啊 所以不管啊 就是要吃維他命 吃了也吃了 該補充就補充了 食物飲食的調整也調整 該運動我們也運動了 想開心的也做了 對對對 想開心想瘋狂的 想要快樂的孕婦的事情也做了 再來 我們還有 睡眠 對因為睡眠 其實一直都是吐吐的 比較大的問題 像我就是那種 要嘛不睡覺 要嘛一睡覺就 一覺到天了 中間不太會吵醒我 當然如果說地震啊 或是狗異常在叫啊 你真的超妙的 你就只有身旁的人 有危機的時候 你才會醒過來 而且你都有辦法辨別 我覺得這是你超怪異的事情 會以為你睡得很熟 但事實上你又可以被溝通 這是一件更奇怪的事情 你知道我很常在你睡覺的時候 問你說你愛我嗎 喔你會 但是我們又醒過來 你又醒 再問你其他問題好了 然後你就不理我了 之前就是萬歲 剛搬來的時候 他就有點睡途不服 上吐下寫 第一個晚上上吐下寫的時候 他就是很淒慘在籠子叫 因為他有潔癖 他沒有辦法接受這種 污睡的東西在他的籠子裡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瞬間 從很深很深的睡眠 就是有瞬間這種搭電梯上來的感覺 然後回到身體裡面 就彈起來 我說你的狗在叫 那是睡醒 然後這時候 我們兩個還在講話的時候 狗就開始叫了 所以證實就是 我會被家人給叫醒 然後我是要睡下去的那個moment 其實是很關鍵的 對 躺下去10分鐘沒睡 基本上我今晚就不會是失眠的 也就是說10分鐘裡面的要素 有哪一點沒有被達成 他必須睡死是其中的要素 我跟你講真的是要素 只要你沒睡死 我一定是 跟著失眠 跟著失眠 其實你會發現我都等你先睡著 只要你一睡著 我躺下去很快就可以睡著了 然後還有其他要素就是 你睡的東西舒不舒服也很重要 然後最近我們其實做了一件事情 謝謝乾幫 他提供給我們月眠枕 跟手工的棉被 這款枕頭我必須要說他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調整高度 一個瞬間就來到了我們的房間了 我們現在就來介紹 月眠枕 我們現在在睡著枕頭 因為要介紹就把枕頭套拆掉了 這個魔鬼沾墊屁是我說的 它可以依據習慣的高度去做調整 我們都是加一片的狀態 然後這個枕頭啊 幾乎可以符合所有頭型的狀態 它中間是凹下去的 它兩邊是凸起來的 也就是有些人喜歡側睡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可以墊 你在翻的時候側睡就會比較舒服 然後再來就是看到這邊有凸一塊 凸一塊就是如果你的脖子啊 比6公分還要大 恭喜你就是長脖子的人 那如果你說你是6公分以下的話 就跟我們一樣沒有關係 是脖子比較短的 那這個凸出來的地方 就是給長脖子的人 因為脖子比較長啊 在睡的時候可能會有比較多的地方 懸礦它就是幫你延伸墊的比較舒服 然後如果是跟我們一樣短脖子的話 它其實這邊有個凹槽 就是直接睡 就會覺得很貼脖子 大概就是長脖子的人就是這樣睡 欸 對對對對 短脖子就另一面 短脖子 就這一面 有沒有 後腦槽很凸得凸也 就是剛好符合這個中間的凹槽 這個凹槽是對我而言非常有利的東西 我很常覺得自己的脖子是懸空的 重點就是要有一個地方 讓我放後面的後腦槽 我才有辦法好好的睡覺 這個枕頭基本上我只要睡一天 就是我可以一天決勝負說 這個枕頭有沒有資格留下來 你知道嗎 其實我還是有稍微調整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其實我一開始墊兩片 然後後來好像真的有一點點不舒服 可以調整一下 然後我真的再拿掉一片之後我就覺得 天啊 簡直是 完美的比例 我覺得很喜歡它可以調整高度這件事情 你知道我們其實上一個枕頭也睡了 有點久 像你的枕頭已經睡了五六年 我們認識的時候它就已經有了 我這個枕頭也睡了三四年 其實枕頭都已經沒那麼有支撐力了 然後剛好現在有機會來試這個 你知道是因為我為了挑我那顆枕頭 我去換貨了好幾次 就是怎麼睡了睡不好的 原因其實就是因為 你這枕頭真的都很需要拿回家 睡過 對 跟你的床去匹配 對 然後它的調整度也要很高 例如是像它可以這樣 居長頸短頸 然後高度調整 它也可以讓你買回家睡10天 如果你不滿意的話 你都可以拿去退 所以我覺得這個枕頭是非常人性化的 它有售後服 就是五年內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去找它們喔 你看 是不是這樣少少的 大家如果旅途啊 喜歡蓋自己的被子的話 這樣是非常好收的 登登 你們很輕 很蓬鬆 看起來舒服的樣子對不對 是的 如果說棉被輕很重 因為我不喜歡被壓住的感覺 睡著要被壓 那如果我壓你可以嗎 可以啦 所以這位棉被不行的話 棉被要很輕 就是這樣 很輕有沒有 很輕 手工棉被很透氣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樣子 你看裡面可以直接看到 這個棉花有沒有 很輕很柔這樣 這樣抓起來很柔 對啊 很讚都看得到 這個圈圈非常重要啦 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小時候很想睡成一吐 後來我媽才幫我把它綁起來 是不是就沒有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這很重要 還很重要 先堵掌 用了他們的枕頭跟棉被 你有什麼心得想分享嗎 枕頭很舒服 棉被很輕 我其實不喜歡棉被太重 所以我不喜歡蓋毛毯 告別我 不是 毯子太重 我如果壓到我其實不舒服 但是 手工棉被就很輕 我自己也是對枕頭 非常的難以 然後棉被的話 因為它有跟我們後款跟薄款的 我個人還是喜歡薄款 因為我喜歡就是 層層疊疊 喔對 那是喜歡蓋很多條被子 那你覺得那種蓬蓬的感覺抱起來很舒服嗎 舒服 可是就是我喜歡 各式各樣的圍在身邊 我需要有三條棉被左右 就是我是個很怪的人 我要一條小被被 一條抱的棉被 然後再一條就是蓋的棉被 然後如果我真的就是在蓋後被被的話 我想我們這個床應該會有一點 長 too much 就很喜歡抱的棉被 我覺得也蠻適合 就是台灣的天氣 再說一次這個月眠診呢 它有10天在家試用 那如果不滿意的話 就是可以辦理退貨的這個 很好的服務這樣 在我們做了這麼多調整之後 你有開始要媽媽的感覺嗎 我說沒有感覺會被走 沒關係 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樣是好的 喔我沒有 因為我都很常都會覺得 我總是不管做什麼 到那一刻我才會 很深入很深入的去體會 我會告訴我自己說 天啊這是我第一次懷孕 我在當下的時候 會有一個好像是 Milestone 的記憶正在升值 它正在Clean 啊我懂了 因為你現在沒有辦法去體驗那些 你在經歷的經歷 所以你沒有辦法預想 你就是會平常心 就是我是很緊張 我就是很沒有辦法想像說 天啊這到底這一切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旅途 是一個什麼樣的體驗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很緊張 我開始做一些就是 平常不會做的事情 來舒緩的壓力 對就是有點戒酒壯膽的感覺 彷彿就是做一些 平常不會做的事情 可以緩解你的壓力 我們之前沒有很認真的 聊過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一直都沒有很深入聊 我們身邊朋友都有問說 啊你現在心情怎麼樣 好像都有課套回答 因為內心沒有認真去想過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今天也是透過這個 拍影片的時候 我們一邊 去做一個記錄的 如果是我 我其實有試想過 今天是我先植錄的話 我也沒有辦法去回答說 我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這是一個很 你無法形容 因為你還沒有做這件事情 對啊 你怎麼 如何光緬彈簧的說出 我真的說不出欸 我就是很緊張 沒有關係啦 我覺得邊聊我自己的思想之後 我覺得是真的很難理解 但我覺得 如果能做的 我們就先做 可以盡量減緩你 未來可能遇到的 不方便 我覺得都是好的 希望我們就是 美國的旅途可以順利 謝謝乾媽 贊助我們月眠症手工棉被 今天我們影片就到這邊 請大家記得 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如果你是媽媽 或者是你有特別 相關懷孕的心得 想跟我們分享 都歡迎讓我們知道 我看出來我很緊張對不對 你看我整個手都在下面這樣搓 但我覺得我很少錄影是這樣子 今天有點太深入了 太深入我的心底去了 被你問一個我傻了 想說不知道怎麼回答 然後回答實話 不會啊 為什麼要被泡手 因為不知道就不知道啊 就不知道咧